当心高离婚率居高不下 那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我认为是缺少交谈 然而感情这种东西最怕的就是对或错 一对年轻人刚刚结婚了两年的时间 晚上看电视 女孩子想看这个台 男孩子想看另外一个台 而引发了一个矛盾 两个人甚至要走到了离婚的这一步 其实更多的时候 两个人的争吵并不是因为这一件事情 而是因为长期以来积攒下来了很多的冷漠 很多的不理解 这源于一个问题 缺少交谈 真正的交谈或许也不是嘴对嘴的说话 而是当你打开心扉与对方吐露的时候 四目相对 以你的神情告诉对方 老婆 我错了 老公 我理解你了 一份没有争吵的爱情或许是每一对情侣渴望而不可及的 他把这种爱情称作为梦想 然而我认为梦想并非是不可实现的 如果你连你的这份爱情的梦想都无法坚持 我们算什么 关注微信公众号 添加我们专业的咨询微信号 我们将清理 为您解决心理 及情感问题